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里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叫西化 比如印度 印度当然比我们西化的多 是不是 他的英语比我们这儿普及的多 他各个方面 尤其是他很多政治层面的东西 他接受了英国的那一套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从他的文化上来说呢 你比如说像在这个男女这个问题上 他比中国人还保守 他比中国人还含蓄 他比中国人还不接受西方的那些东西 中国在某些方面呢 中国还百无禁忌 你别以为中国说接受新事物慢 那不见得 中国要接受起来还快着呢 对 有时候还 你都不知道怎么说 忽拉一下子就变过来了 那个观点就变过来了 我就说咱们 咱们我觉得这种比较文化当中啊 有一种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就是确实 尤其是像印度中国这样的大国 又是这种文化的古 它的文化的东西 你很难按照一个预想的模式 把它装到哪个框子里边 这到最后撑起来就变成一大杂烩 对 因为其实他就是印度 他又禁欲又中欲 你其实想想从他古代的很多 那个佛教也好 印度教 有很多那个 就是男欢女爱 欢喜佛 你看看那些印度教的神庙 他有名的各种性交的 姿势做爱的美伦美奂 都是起始如生 他宗教化 因为他好像一方面苦行 是吧 要避世 另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男欢女爱 好像又代表着一个 精神升华的最高中介 也是个入道之门 入道之门 他就是不知道是叫男女双修 还是什么 反正修完了以后 最后你会升华的 因为我就想起来 这当然是佛教 但是也是他们那儿最开始 就是这个佛陀 他那个 释迦摩尼 他想度化 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叫南陀 不是叫南陀 他想度化他 可是这个弟弟呢 就是特别的世俗 纵行声乐 他怎么来把他度化呢 就是说 试一个魔法 让他见到了天女 这个天女是美啊 性感啊 非常 然后这个 这个南陀就特别着迷 就爱上他了 我怎么想办法 要得到他的欢爱 然后就修行 他说你只能修行 苦修苦修 结果苦修完了 到了最后 他的精神进化了以后呢 他也就不要性欲了 然后他就进了 你说这个故事 就是说他把 爱欲和性的 都是和这个苦修 升华都融合在一起了 这一种啊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把这个 这个性意识啊 把它艺术化 变成歌舞 变成诗歌 这都是可以的 还有一种就是 你刚才讲的这个 我觉得实际上 把性意识呢 它神化 神圣化 它变成宗教化 变成行而上化 所以这个 我也是在印度 真是真是开眼 就是他的这些 寺庙里头的 那个生殖器崇拜 对 做得非常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引人注目 是 尤其是他这个 男性生殖器崇拜 嗯 而这个男性 生殖器崇拜 你要是没去过 你吓一跳 后来一想想 也没有什么 这又什么呀 是不是 而且最有趣的是 到男性 生殖器崇拜 拜的 是女性最多 哦 我估计是 是求子啊 是求子吧 是替他先生 我认为是替他先生吧 替他先生 意思就是说 印度男人不太行了 是这意思吗 就是撞扬了 具体的内容我不知道 也许是 其实 替他健康 对 也许是这个 但我觉得是个 很有意思的文化 是 你看他 而且很多精美的 那种艺术啊 他当然是一个 雕塑艺术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啊 咱们聊这么多印度 我就觉得跟现在一个更大的话题有关系 因为很多人呢 就说现在讲这个全球化 我知道有很多人就是是全球化激烈的反对者 其实他们的这也是用心良苦 就是说一个全球化 其实啊 他们说是不是就是英美化呢 慢慢的渗透到一些东方国家之后 那么原有的生活方式 原有的整个这些文化艺术 是逐渐凋零 是逐渐凋零到最后变成大家都一样了吗 很多人有这种担心呢 嗯 是 这种担心呢 也不是没有道理 这种事 就咱们举举最靠近的例子 还不用全球化 嗯 就全国化都让人担心 就是我现在 我比如说有时候到一些 一些这个什么自治区去 我特别想吃他那的一样地方性的东西 但是他们为了表示对我的热情的这个礼遇 嗯 一端上来 头一盘是鸡尾虾 是吧 第二盘是大包吃 嗯 他们认为就是 而且他要表示 你别以为我这落后 虽然我这是西部地区 我少数民族地区 香港能吃上的 凤凰台的人能吃上的 我这都能吃上的 他这样表示 嗯 再比如说这个地方戏曲 嗯 地方戏曲本来各有各的特点 现在大家都来学京剧的一些做法 然后这个川剧呢 有这个 他叫帮腔 就后边来一个合唱 嗯 现在呢 哎 大家也都学这个 要不这么下去的话 这地方戏曲可都一样了 啊 这个饭馆跟饭馆也都一样了 最后山东馆 四川馆 广东馆 潮州馆 全都吃一样的菜 你说你恐怖不恐怖 哎呦 而且啊 这个房子 你知道吗 将来的住房要留很久吗 我就发现现在所谓的这个别墅 我有参加一些房地产商的活动啊 我就发现他已经 对了 早年间呢 是什么呢 坐以假欧洲 对 他根本就跟年不下 你知道这些年 他为了这个更加求精求好啊 比如说说我要复制一个法国的普罗旺斯 真赚 就让法国人赚钱了 法国的设计师 就是说法国来自法国普罗旺斯的设计师 请到这里了 这下你不能说我是假的 我要在中国弄一个一模一样的普罗旺斯别墅 你说这玩意将来 升级了 我因为听那个就是中央美院的院长 这个 这个潘院长 他跟我说他原来不是杭州人吗 他说你知道杭州人盖房子 就农民有了钱以后盖房子是什么 他说这杭州城外 家家别墅上面全有一个艾斯小铁塔 他盖了一新房 洋房上面一定要有这个 没有这个就显得你不够时髦 就是农民刚有了钱了 他说可能是赔赏还是什么搬迁费 赔赏他盖了新房子了 两层小洋楼 家家全是铁塔 浙江的农民的房子啊 他也学外边 还有一种就是很多远拱 我一看远拱 我以为是穆斯林 不是 他也不是穆斯林 罗马 这个对啊 罗马呀穆斯林 他都不是 但是他就是觉得那个方法好 你说那艾菲尔铁塔 我觉得他是不是跟要安装壁雷 真有关系 我不知道 看着可能有点像 有点像 但不是他真是装实性的 不是光是 有的呢 就像咱们那个 就是小时候 给那个孩子 就是学龄前的孩子 摆积木的那个 从那上面得到的 得到的灵感 没错 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 所以你刚才说 说全球化 他反感 害怕这个文化都被吃掉 或者被统一 我觉得这完全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也有另一方面 就全球化了半天呢 印度你又殖民 又教英语 又是用这英国的一套制度来规范他 但是最后印度文化 仍然是印度文化 印度人仍然是印度人 印度的说法 印度的语言 仍然是印度的 中国更是这样 你中国他要发展 要学习全世界的一切好的东西 也要盖洋房 也可以可以再 可以更 更邪门的事都可以有 但是你想改变中国 你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 你想和中国按照西方的思想家的这个路子 来往前一步一步的往前迈 没门 我也觉得没门 没门 真的没门 我也觉得 那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将来啊 其实是一个谁也不能在今天说的准的事 是的 他会在吸收外来影响当中 自己这么生长变化 调和出一种新的自己的文化 一种新的自己的文化 这个我 那是我小学的同学 就是美国威斯康辛的那个 哲学系的教授林玉生 嗯 他提出来啊 就中国文化啊 需要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嗯 他既不是不要传统 也不是照搬传统 而是 而且中国文化本身有这个能力 你看我们现在谈中国文化 嗯 和当年五四时期 大家这个痛心疾首的 骂的什么孔家殿啊 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什么现装书扔到毛策里去 这是吴志辉说的 吴志辉还是国民党的元老 嗯 还不是共产党的元老 嗯 那么 还有说根本不要讲汉语的 对啊 那是 那是谁 钱严童 钱严童 要求废除汉语和中文 那以后咱们一见面 汉 对 你不可不可思议 但是那个激进已经有过了 就林玉生他有很有名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从五四以来 中国用知识界领先 有一个非常激进的全盘反传统的这么一个思潮 嗯 走到极端了 到最后就是文革极端 就反四旧什么批所有的传统的东西 但是这个走到极端 大家都知道这条路其实过了 经济上 从政治上全都过了 到了 所以大家再从头再开开改革开放以后 吸收西方的已经不像 以 我觉得已经成熟多了 就理性多了 你看着有这些什么 家家都盖这个 都奔那个去 我觉得他已经是在一个调和当中了 但是也有人担心了 说是现在你在说中国文化 实际叫 有人说了一句话叫什么 水泥地上长草 就是您都在使用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 可是请问这个文化和传统还有吗 那当然有 那也没有那么悔 你比如说现在的很多年轻人 他脑子里还有点 这就到底什么叫中国文化 在他身上的痕迹是什么呢 慢慢来 现在的年轻人呢 他也不会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孩子 从上幼儿园 幼儿园老师肯定会教给他的 就是窗前明月光 一时地上霜 对不对 然后近年有国学热 论语的普及化 现在这孩子们发的段子是 窗前明月光地上写两双啊 这也是中国文化 这也是中国文化 他就是把那个严肃的东西 他脚感化 细腻化 那我听到的还更多呢 说是这个 日照香如生子烟 眼前来到烤鸭店 口水之下三千尺 摸摸口袋没有钱 这就是把李白的诗啊 和当今的市场迎计下 一些贫民的感受 结合起来 你不能说这是外国的 你这个诗你念给纽约的 那个 朋友们听 他未必懂你是什么意思 包括把可口可乐 中国话 可口可乐加几个姜片 再一热 就变成感冒充力了 中国人其实很有 这个细说天下的传统 也有这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 咱们就说聊几个全球化 简直从印度聊成列国制了 是吧 说到好几个国家 其实这个特别有必要 我就觉得啊 就在中国这文化 说将来怎么样 往往就是在这种比较中啊 你能看到一些线索 对 因为我觉得印度 好多左翼的知识分子啊 或者什么的 他就觉得 很抵触全球化 而且觉得中国 好像现在拥抱全球化 拥抱的太热烈了 你们接受的都全盘 就叫照单全收 比如说我就举一个小例子啊 他这个 比如说这个农业 他们呢 就是说 他们是一个产棉大国 从历史上就是这样 咱们呢 也产棉花 也出口棉花 也进口棉花 可是前些年呢 就出了一个那种 叫什么转基因农业 就把那个棉 棉花种子给什么 怎么把各种不同的 一混合之后呢 这个棉花呢 就可以就是说 抗虫 抗灾 反正有好多抗冻 好多办法 然后你就省得 撒那么多农药了 就长得就特快 什么的 然后咱们这儿呢 就这是本来是一个 欧洲还是美国 生产出来的 这么一个科研技术 咱们这儿就马上就接收 然后接收了以后呢 马上还使用 而且很快 中国人就把它 就说不能让你 光收专利费 很快就变成 我们自己也科研出 适合我们各种 不同地区棉花产地的 这种种子来了 然后我们这儿就马上就 产量上升啊 什么成品下降 然后印度的呢 就很抵制 然后我就听他们 那个研究农业棉花的 就是说 觉得这个好不容易 争论半天 接受了 接受了以后吧 有一年来了 虫栽了 这个虫栽也不是怎么 就是说 它在本地 不适合本地的那个 它不抗那个虫 所以就死了好多 结果弄的有一些 这个 这农民棉农的 就自杀了 或者什么欠债的什么 然后马上引起一大批愤怒的 这个印度知识分子 说这就是 你看看 这就是全球化 给印度农民 上纲上线 而且不只是棉花这一条 他在各行各 也都反对全球化 跨国公司 你们进来 把我们的本地 可能跟他以前那个殖民史 被蹂躏的那种 受伤 受伤 受伤感 但是你讲这个例子 让我立刻想到 中国的另外的例子 跟这个不一样 比那个要通俗的多 因为转基因到底会弄成什么样 我也不知道 是对人有什么危害 我也不知道 有好多争议 对 在八十年代初期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但是我印象仍然很清楚 在我们的非常权威性的报纸上 曾经登过一篇 既是领导又是学者的文章 是什么呢 就提倡吃面包 就是说这个馒头啊 含的水分太大 容易坏 而且呢 它也不好消化 它就发的程度 是不是原文我不见得 就反正总而言之 那个意思 就是希望在中国呀 吐鸡 面包 另外呢 我还听过 高级领导同志 在八十年代初期 八十年代后期 上海发生那个毛肝的感染 事件 事件以后呢 这个高级领导同志提出来 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 提倡我们用刀叉 因为这个筷子 有人说说这筷子不容易消毒 哇 容易搭着木头了 是不是啊 还有毛细孔 有什么什么木质 木质布 顺便爬 对不对 说你要用用用这个 要都是不锈钢的呢 嗯 这不锈钢的 你这个这个 你拿药粉泡也不怕呀 对对对 然后再冲干净你就用 嗯 但是这样的事呢 我们听着 我觉得很可爱 就说明我们的领导 我们的学者 比如说他也有一种 非常天真的 嗯 美好的那种 见先进就学 哎 哎 叫做 叫做 这个就是 嗯 从善如流的那种精神 对 但是这些呢 现在也没人反对他 你也不用上纲上线 早就过去了 因为他实现不了 是吧 您一家吃面包 这个很好办 您天天吃面包 一天吃三顿面包 没人管 嗯 您让中国这十二 现在十三亿人 好说不争馒头了 烤面包 这个东西光这成本得多少啊 而且人说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 是最坚定的保守 对 部位就是胃 胃 就是中国 一个中国胃 对啊 就吃食物上面 你要想改变 他的饮食级 这是最后的 我想啊 就类比的讲啊 中国人的心理 可能有类似的现象 就他可以改变很多思想观念 但是可能也有些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对 他是很难改变的 对 那相反的呢 他这用筷子也不好改变 嗯 这筷子他有他的 你说到他的一些缺陷 他的优点也非常多 他简便 嗯 是不是啊 用起来方便 嗯 而且还训练手指头 没错 还有人说这个筷 有用这个筷子的民族吧 嗯 这个手指头就比较灵巧 用键盘他也 用键盘也好 不是说还促进什么左脑还是右脑的这个发育 对对对对 就显示中国人比外国人灵 会针空子 哈哈哈哈 而且我觉得跟咱们的食物里边有好多细丝 咱们喜欢 就是切丝 切丝 你这个用一个叉子 那面条啊 都弄出来 你跑到郁杰利去吃那斯巴盖的呀 要转半斤 拿一个在那转呢 我觉得那就是自找麻烦 哈哈 没错 你本来就一煎一串 一大肚子 你走吃 我嘎巴嘎巴 那嚼多香啊 这个事 对 所以这里有道理 它肯定是跟这个是配的 跟这个食物配 所以我觉得对待这个全球化呢 我们也需要有一种两 就是两方面的心胸 一方面呢 就是要是这么好东西 就学 学了就归你 没人说是归别人的 对不对 你连现在演电影 这电影最早是从哪国家传来的 谁说的清啊 反正现在我们看中国电影 就是中国电影 对不对 是 所以你不用 不要自己 自己吓唬自己 说这个学了外国了 这了不得了 他不是学了外国了吗 学了外国 外国得归你了 你得用这么一个想法才对 就是 但是另一方面呢 你也甭听那个 以为说是 这个也能学 那个也能学 有的能学 有的根本不可能学到 再过一百年也学不到 说中国人不用筷子了 改成用刀叉了 甭管那领导同志 当时的那个心意有多么美好 我觉得这个做不到 没错 没错就像我们这电视嘛 这电视不是跟外国学来的吗 也跟外国学 对了 不是在这聊天呢 这个三人也喜欢必有我 是还是中国人聊 相加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 这就刚才说到全球化 但是实际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人讲 就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你比如说印度 最后会不会发生 不可调和的矛盾 比方说印度说自己搞民主 搞得很好 可是我就不明白 民主的前提 不是人生而平等吗 是 但是他又有一个这个人种性的并存 是 这将来会不会出事 咱们不知道 对 好多好多悖论他这里边 但是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一方面 比如低种性的 印度的很多人 好像希望 如果有一个中国式的社会革命 拉平重来 可能他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但是另一面呢 又有很多印度朋友又觉得 毕竟民主这个制度 给予各种各样的人群 有了一个出气孔 就是说他都有发表他的言论 都有信仰他的宗教的这么一个权力 这么一个空间 这样他就使得他不会很快的激烈爆发 他可能有一些小的突发事件 比如说穆斯林杀印度人或者反过来 这确实都出现过 但是并没有蔓延成全国性的内战危机 至至今为止还没有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反恐事件 可能又要造成一定的紧张关系 但是从长远来说 我遇到的大多数的印度朋友 还是认为 虽然民主在他们这个 就是没有社会革命 没有现代化的国家文化传统里 引起了种种问题 但是相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阶段 您比如说我要是建民 我有投票权 那我将来要提出 你那贵族啊 你的特权太多了 你这不就答起来了吗 有啊 他现在有一个你的 就是不可接触者 从一个北方方里面出来 现在受到很多